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想到一年过去了 希腊政府还没做出适当惩处 也没有提出改善计划 希腊运输相关工会发动罢工抗议 不只瘫痪希腊的海陆空交通和观光景点 抗议人士甚至和警方在雅典街头互丢 汽油弹和催泪瓦斯场面相当混乱 希腊雅典街头爆炸声不断 民众自制汽油弹不断朝着镇报警察飞去 换来警方拿催泪瓦斯反击 混乱中还可以看到警方丢的催泪瓦斯罐 在地上乱滚 这一天的雅典异常混乱 有人拿着红色的油漆为警察的盾牌上色 还有女子用飞梯攻击远警 上万人手举她们在赚钱 我们付出生命的标语走上雅典街头 要向希腊政府讨公道 原来就在去年3月1号 希腊发生两列火车的对撞意外 造成57个人罹难 只剩一年过去了 希腊政府还是没有 陈储对撞意外的相关人员 离难者家属们再也见不到 亲人哭断场 希腊总理却继续打太极 这次抗议还获得希腊运输相关工会的力挺 现在希腊海陆空交通停摆 医院跟观光景点也关门谢客 列车对撞意外的事后处理 让希腊政府陷入执政危机 提回前怎么到 红尿车队已经连续两年 拿下F1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队 和车手的双料冠军 新的赛季红牛不只要挑战F1的三连霸 他们还攜手新创企业荷兰无人机之神 打造全球最快的无人摄像机 速度比F1赛车快两倍 未来或许有机会提供F1转播 F1赛车在弯曲赛道上狂飙 车尾拉出长长的烟雾 这不是刺激的赛车电玩画面 而是世界最快的无人摄影机 拍摄三届F1世界冠军赛车手 维斯塔潘的飙车画面 这架子弹型的无人机 有一家叫做荷兰无人机之神的公司 与红牛一同打造 为的是能近身拍摄F1竞速的精彩画面 我们已经有很多同样的拍摄 在前几年 这架子能够完全接近 这款无人机能够捕捉第一人称视角 而且加速速度比F1赛车快两倍 四秒内就可以加速到时速300公里 最高时速更是超过时速350公里 为了研发快横准的无人机 荷兰无人机之神 还融合了红牛科技研发中心的先进技术 要操作这台无人机 飞行员必须操控无线电控制器 同时透过FPV护目镜 追踪飞行路径 世界最快的无人摄影机问世 若能在F1赛事中派上用场 将可以为F1粉丝带来耳目一新的画面 TV新闻总和报道 那还和台湾的共同问题 就是少此化导致了 学龄人口减少 造成私立大学纷纷倒闭 而那还近20多年来陆续有22所私立大学废校 部分地区大学打算调涨学费增加收入 来看TVBS新闻合作伙伴 YouHub News TV的报道 南韩又一所大学走入历史 江源观光大学2月底结束营运 由于学校财政条件恶化 学龄人口减少难以招生 今年1月主动申请废校 私立大学的总收入 一半以上来自学费 经营危机逐渐增大 从2000年光州艺术大学开始 陆续有22所私立大学 尤其是位于非首都圈的私立大学 财政问题越来越沉重 지난해 경여 위기가 우려되는 사립대는 총 38곳으로 집계됐습니다 이 가운데 비首都권 사립대가 29개교로 약 80%를 차지했습니다 학생 숲을 계속 줄다보니까 학과 숲을 줄이고 결국은 폐교 상황까지 중소 도시에서 제한 그런 지역 대학에 영향을 더 크게 미칠 것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有几千地方私立大学 많은 지원을 포스텍의 매력으로 꼽습니다 폐象 공科大学 由 폐象鋼铁公司創立 빕년생은 依靠学장 견인 맘 找到工作 甚至直接进入 相关企业体系 尽管学校本身 资源 풍부 受到人口減少 地方消失 위기等 另外环境 변화 带来的因素 폐象 공科大学 也无法避免 招生 위기 最近校方决定 进行一兆2000亿 韩元的大规模投资 정부와 지자체가 각각1000억씩 근로컬 대학 사업을 통해서 지원하기로 확정되었고 그리고 대학의 법인이 8000억의 지원을 투자하기로 최종 결정되었습니다 폐象 공科大学 計画从今年开始 到2033年 10年内 吸引全球 1%的 頂尖硕士和人才 将教授退休年龄 延长到70岁 인造稳定的研究环境 另外还将建立 유친器 原子能 生物和半導体等 地区特性 相关的研发中心 提供全体 本科生 创业机会和资金 送往美国 最优秀大学 海外进修 인류의 삶에 기여하는 가치 창출 대학으로 성장하는 포스텍 이 바로 포스텍 2.0 제2의 권학이라고 말씀드릴 수 있습니다 포스텍 공科大学 一年的研究经费 有一兆 七千多亿韩元 哈佛大学 一兆 六千多亿韩元 但南韩的首尔大 高利大 和岩市大 三所SKY 名校 加起来 还不到 规模相差甚远 专家认为 在少子化 学费动漲之下 必须由政府 主导出资 建立研究基金 才能提高 南韩大学竞争力 跟上世界 名校水準 TVBS新闻 綜合报道 这个周末 就是独卖巨人 和中兴兄弟 乐天桃源的交流赛了 29日中午 巨人队抵达桃机 不少球迷 很早就在场守候 而这次也邀请到了 两名台湾棒球的 重要人物 曾效力于 巨人队的吕明次 和江建明 来当开球嘉宾 几十人西装笔挺 走进机场 日本职棒独卖巨人队 29号中午时间 抵达台湾 机场接机大厅 不少人趴在栏杆上 就是要抢先 亲眼见证巨人军来台 大阵仗来到台湾 就是为了 三月第一个周末的交流赛 二号独卖巨人 将要面对黄山军 也就是中职 季冠军次数最多的 中姓兄弟 隔天三号 则是要对上 曾经缔造三连霸的桃源队 巨人军和向元之争 势必会让球迷 为之疯狂 另外开球嘉宾 也大有来头 身穿巨人队球衣 一手拿着讲座 一手花束 有着亚洲巨炮之称的 吕明寺过去曾经 效力于巨人队四个球技 第一年就轰出 16支拳雷打 吕明寺受邀担任 这次交流赛的开球嘉宾 别具异议 而另外同样要一起开球的 还有这位 一样穿上巨人球衣 背号97号 在投手球上的英姿 让球迷很难忘 38岁的猴子张建民 在2005到2008年 效力于独卖巨人队 让人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2007年的开幕战 江建民担任先发 而且取得胜头 也是独卖巨人 陈均颖来 第一名担任胎木战 先发投手的台湾选手 一投一打 两名台湾棒球传奇人物 将要攜手在3月3号 站上大巨蛋球场 为乐天桃园和 独卖巨人的赛事开球 也要和3.6万名球迷 一起见证 这历史一刻 TV别称林志伟 高本力洋情播撞 宣言斯小组桃园采访报道 2024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小米展示了首款电动车SU7 号称能耗资百亿美元 而价格设定在入门级到滑滑级 市场预测零售价 可能在25万到37万人民币之间 而全球的电动车火热 但是竞争也是很激烈 手机大厂苹果则是将研发 10年的电动车计划紧急喊咖 将全力投入发展AI 大陆的手机大厂小米 现在不只有手机以及家电 你可以看到我后方 现在就是他们首度亮相的SU7 也就是电动车 全球在MWC首次的亮相 蓝绿色外观 第一眼就好吸睛 主打智慧座舱跟智慧驾驶功能 内装部分舍弃传统的仪标板 搭载16寸的中控萤幕 耗资100亿美元 设定在入门级到豪华级的价格 市场预测最终的零售价 可能落在25到37万人民币之间 最快第二季开始交付 集团总裁日前受访也指出 初期购买电动车的车主将会跟手机用户有相当重叠 靠着在手机市场的耕耘 在电动车市场也找到定位 而电动车市场越来越普及 但手机品牌老大哥苹果却是将研发10年 而且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电动车计划紧急喊咖 将部分的电动车部门员工转移到AI部门 专注在生城市的AI工作 毕竟电动车市场虽然火热 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大陆车厂比亚迪持续用车海战术强攻市场 除了推出超低价大约30万新台币就能到手的油电车 还亮相大约740万台币的纯电车超跑 2023年销售300万辆电动车 让计划转型的美国传统车厂福特同用汽车都受到威胁 而这场电动车之战除了低价还能端出什么宝 各大车厂各品本事 有新闻中的报道 直过大陆电动车大厂比亚迪持续用车海战术抢占市场 除了推出超低价只要大约35万台币就能够到手的油电车 还亮相大约740万台币的纯电动超跑 近期更在全球五大车展之一的瑞士日内瓦 秀出了能水上飘的SUV 我们车的话基本上已经是浮起来了 开进深水区的SUV没有直直往下沉 还能继续前进甚至水中掉头 配合强大的动力控制车轮滑转 实现快速的掉头上岸 车周围的水花已经开始涌起来了 坐到SUV水上飘的是大陆电动车大厂比亚迪的仰望U8 官方讯息介绍 这款车每个轮胎都配备四个电动马达 能在车身一半以上泡水的情况中 车内保持30分钟没有明显流动积水 开发应急浮水功能是为了能够在遭遇暴雨 内涝这些极端状况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的保证用户的安全 比亚迪带着八款电动车在瑞士日内瓦车展亮相 强调品牌将进一步在全球布局 持续靠着车海战术拓展市场 纯电动超跑仰望U9 实测时速0到100公里 只要2.36秒 官方定价折合新台币739万 要挑战动辄千万的传统超跑 同时比亚迪也没放下自己最拿手的中低阶车型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轻Plus DMI 售价只要新台币35万 大陆才上市一星期 订单就超过两万三千辆 交出亮眼成绩单 比亚迪低端到高端市场都想一网打尽 不止压得特斯拉传不过气 彭博报道 苹果公司已经决定集中资源在AI领域 取消推动10年的电动车研发计划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秒po文 贴上静里加抽烟符号 显然也感叹造车很难 要打败大陆车厂更难 TVBS张家宝林明珍综合报导 只是中国大陆这几年的经济不佳 导致工业产能过剩的状况日益严重 美国就担心大陆可能在电动车 锂电池 钢铁 以及太阳能电池模组等领域 透过国际市场发动 请销 开启刷价流血战 而一旦面临大陆的竞争 各国相关产业恐怕将变成产业 柬埔寨首都金边即将打造一座跨河大桥 由陆资银行提供贷款 上海建工集团打造 不过日经亚洲报导 大陆一带一路投资趋于谨慎 2021年开始 陆方逐渐撤出柬埔寨首都机场的工程和资金 夺底基础建设 濒临烂尾状态 大陆和辽国跨境中老铁路 去年四月通车便利两国经济 早期为了解决产能和库存过剩 大陆开始推动一带一路 如今景气迟缓 又浮现产能过剩影忧 就怕大陆趁机把钢铁 电动车 锂电池等产品向全球倾销 美国高度戒备 世贸组织部长会议 在阿布达比揭幕 路透社报道与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谈时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直言 大陆钢铁产能过剩恐影响全球市场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官员谈话 表示已警告大陆 若想透过国际市场倾销商品 舒缓产能过剩压力 美国和盟国不会坐视不管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也公布2023年中国世贸组织合规报告 指控大陆加入WTO22年来 仍采取国家指挥 非市场经济做法 违背WTO规范和原则 一旦大陆在水泥 钢铁石化等产业发动杀价流血战 势必歼灭各国相关产业 正在巴西参加G20的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也将针对产能过剩问题与大陆财长会谈 防止外溢效应对全球经济造成威胁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带领掌握美国动态 纽约皇后区的家居店地下室 竟然住着74名吴政客 他们轮流睡40张床 共用两间厕所 因为有许多电弹车充电被举报才曝光 而这些男子大多是非洲裔 目前已经被送往庇护中心 美国陆军正在裁剪约24000人 近5%的兵力 裁剪的主要是已经控出的职位 并且进行编制重组 而重点增兵7500人 以应对下一次的重大战争 美国总统拜登上脱口秀节目 被主持人问到 泰勒斯是否会在大选中支持的 两人是否估结时 拜登笑答 您从哪里得到了消息 这是机密 有166年历史的 美西百货公司财报亏损 未来三年将关闭150家 业绩不佳的门市 占电数的30% 将资源转往其他店 同时加速拓展高端品牌 姐妹店 布鲁明代尔和蓝水星 手机轿车和网络订票 已经普遍采用浮动价格 速食店也要跟进 Wendy汉堡明年起 推出全天候浮动价格菜单 有网友呼吁抵制 同时有人表示 未来会改为上午11点 或下午3点吃午餐 以上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提供 全球第一线时间 线上邀请到奥尔士德州州立大学 温吕中副教授 教授你好 平平主播好 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来关心 法国总统马克宏公开表示 北约不应该排除派兵到乌克兰 但是这个说法一出 北约的盟邦却纷纷拒绝了 特别是白宫也表示 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作战 那您觉得马克宏 此时为何会这么的表态呢 另外这算是揭露原污的限度吗 因为美国还有德国 又有怎么样的考量呢 是的马克宏 法国总统马克宏 做出这样的表态 事实上确实是在北约 或者是在欧洲国家当中 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因为我们知道 乌俄战争现在陷入了僵局 所以基本上马克宏的主张呢 他是认为说 如果这个僵局要打破的话 要么是不再支持乌克兰 但是如果要支持乌克兰 就必须拿出行动 这听起来好像很有突破 可是其实马克宏 从过去一直以来都在主张 所谓的北约组织 必须要真实的有军事的实力 甚至强化北约的 国防工业的能力 才真正的有办法 作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国家 自己讲自己的论述 所以他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有讲过 当时还在乌俄战争之前 他其实有说过 如果北约没有办法 来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的话 北约组织就形同一个脑死的状态 而且永远就会变成 美国的附属或者是附庸 甚至当时他还主张呢 应该要跟俄罗斯来进行沟通 把所谓的北约组织 是防止俄罗斯的入侵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引导成为把俄罗斯 纳禁所谓的安全体系 当时也是引起一阵哗然 所以我们说 马克宏现在所提出的这个论述 基本上有两个重点 是可以观察的 第一个是 可以看得出来 马克宏跟北约的其他的国家 总共三十几个国家 这些盟国之间 他的沟通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 所以这个状况很明显的 就会让别人觉得 也许马克宏冲得很前面 可是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真实的情况 包括了各国的国防预算 包括了各国的国防实力以及需求 马克宏冲得这么快 显然的是跟其他国家并不同掉 没有共识 第二点是马克宏 其实他的言论是前后有所反复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 马克宏讲的是 北约需要有更强的力量 但是别忘了 他曾经在2019年 邀请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安全的规范当中 同时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在乌俄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 英国跟美国基本上是强调说 要坚持支持乌克兰 不要有妥协 可是当时马克宏曾经说过 要善待要尊重俄罗斯的说法 而且不能羞辱俄罗斯 当时也是引起一阵哗然 所以我们再次的强调 现在看到马克宏的论述 也许欧洲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会认为马克宏前后反复 或许是因为马克宏 现在在法国的境内 法国自己的国内 他的支持声量也在往下掉 所以必须在外交上面能够有所突破 因此做出这样的外交论述 但不论如何 马克宏这样的一个论述 已经让俄罗斯 或者上其他的欧盟 北约以外的国家 看到了欧盟国家 或者是欧洲国家 甚至跟美国之间 在观念上 在乌俄战争的这个立场上面 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可能让普丁或者是让俄罗斯整体 一般的民众都会觉得 这场乌俄战争如果能够继续的持久耗下去 对于俄罗斯而言是比较有利的 因此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马克宏打乱了非洲的团结 至少讯号上面传递出来的是 欧洲国家并没有想象当中这么团结 那当然乌俄战争上 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方式 继续往前 欧洲国家不是完全一致的话 恐怕乌俄战争这个僵局 优势可能或者是局势很有可能 会走向对于乌克兰比较不利的那个方向 最后来看到这个西方国家 到底他们是不是一致的团结 受外籍的关注 但是原屋的另外一个很大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足够的金元了 所以还看到要协商预算 美国总统拜登就邀请了 国会两院两党的领袖到白宫 而民主党参议院的领袖舒默就形容 这是他参加过最为紧绷的 椭圆办公室会谈 所有人一起努力 说服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强身 虽然却实是能够避免政府关门 但是就这个原屋的预算 到现在看到还是卡关的 那教授您是觉得 未来还有机会说服共和党吗 难度确实是蛮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状况是 美国国内的政治呢 有很强烈的分歧 刚刚讲到了整个对乌俄战场上面的支持 世界上面可能很多国家虽然在口头上讲说要继续援助乌克兰 可是在实际的行动上面让外界有所感觉有落差 尤其是在美国的部分 拜登总统虽然一直强调美国要持续支持乌克兰 才能够避免俄罗斯胜利 所以提案了再追加600亿美金 现在已经援助超过740亿 要再追加600亿 可是在美国国会始终被阻挡住 那最近呢 美国国会因为在讨论所谓的政府关门 预算卡关的案子 那连带也当然就讨论到了 乌俄战场上面 是不是美国国会可以放行 让美国继续的来援助乌克兰这600亿 可是我们看到国会共和党的 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议长 Michael Johnson 他也面临了几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呢是 其实共和党内都有分歧的意见 共和党的分歧意见呢 主要是来自于认为 不能够草根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认为不能够让俄罗斯获胜 这是长期以来 美国就不希望 所谓的让俄罗斯获胜 有这种想法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又觉得已经投入给乌克兰的援助 非常的多 可是在自己关注的议题上面 当然我们现在在强调的 就是所谓的边境管制问题上 非法移民问题上 民主党似乎也没有做出 让他们满意的这个政见 所以导致现在呢 Michael Johnson 他面临的是共和党内的分歧 共和党内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如何来拿捏 到底要放行还是不放行 对他也是一个难题 另外我们也讲到了 民主共和两党的争议 两党的分歧也很大 尤其现在在2024年的大选年 共和党如果示弱了 事实上对于很多在关键摇摆州的 或者是在胜选的 过去胜利只是非常微小胜选幅度的 这些地方呢 这些选区 这些议员他可能更 表现想要更加的强势 避免在这个议题上面 如果缘污 继续缘污 导致他流失了选票 所以民主共和两党本身的竞争 本身的分歧 也导致了Michael Johnson 他在这个议题上面看起来必须要站得更老一点 简单来说 在这么多的困境当中 对于Michael Johnson这个议长而言 他最好的策略恐怕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以托待变 毕竟今年年底就要选举 现在以托待变 对于民主共和两党人来说 虽然口头上会很多的批判 可是至少他的议长的宝座 并没有 比较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同时他在共和党内 也许可以hold住更多共和党的支持者 虽然有点不满 但是还可以接受 在这种前提之下 回到主播刚刚问到的问题 美国到底能不能办 有没有办法 拜登总统有没有办法 说服Michael Johnson 我个人认为 现在看起来 因为他的以托再变的策略 除非民主党真的做出了 非常明显的 在边境管制 跟非法移民上面 做出非常明显的让步 否则Michael Johnson 他还有一定的理由跟空间 继续的来拖延下去 我们来看到 全球人口前十大国中 有八国的领袖年纪 都超过七八十岁 而就有政治学家担心 会让年轻人对政治冷感 而81岁的拜登 更是美国史上最高龄的 在位总统 就算是川普 他今年其实也已经78岁了 接下来美国大选 恐怕有可能是 川普跟拜登两老的对决 那这样子要如何激发 年轻人对于政治感兴趣呢 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课题 年轻世代看到比较资深 或者是超龄的政治人物 总是在台面上 事实上会带来一种感觉 就是政治不关我的事 这也确实导致了美国的投票率 在最近这几年不断的在下滑 事实上如果把美国放在全球的 比较的这个范畴当中呢 就会发现 美国除了政治人物本身的平均年龄 是比较大的之外 事实上美国的国会 他的平均年龄也是比较大的 美国的众议院的平均年龄 这一届的平均年龄是58.9岁 相较于美国整体国民的平均年龄38岁 其实足足有20岁的差距 而如果我们把它比较 跟亚洲国家来比较 包括我们台湾 日本韩国等等 我们的国会议员 大概平均年龄在50几岁 然后我们的国家平均年龄 大概在40岁左右 日本稍微高一点 韩国也稍微高一点 我们台湾大概是41岁 所以差距稍微小一些 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个差距呢 在学者当中呢 有曾经提出这样的论述 叫做民主次制 民主次制就是指说 民选的官员跟政治人物 他们跟一般民众的年龄 的平均年龄的差距 差距越大 这个民主次制越大 民主次制会导致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年轻世代会更觉得 政治不关我的事 不想出来投票 这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当然了 我们也要稍微的正向来看待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认为呢 年轻世代在看到了 这么多的年长者 仍然在政治的舞台上的时候 也许在整到这一批的年长者 离开了政治圈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钟摆效应 下一波的年轻的政治人物 上台之后 或许有机会 重新让年轻人觉得 他有参与感 他就愿意投票 在制度上呢 学者也提出过 就是在所谓的年长的政治人物 必须要设一个年龄的上限 民选官员要设一个年龄的上限 而民选的国会议员 或者是民选的民意代表 要设一定的任期的限制 来保障年轻人总是能够看到 跟他们差不多年纪的政治人物 在台面上 也能够带动一些话题 或者是一些政策 真的能够贴近民意 贴近年轻人的心 当然了 在全球少子化的时代 年轻世代如果不关注政治 恐怕对于整个政策的方向 就会越来越失去了信心 或者越来越失去了希望 这个不只是在美国 或者是在台湾 事实上全球的民主国家 都遇到这样的挑战 我们只能说 有的时候的政治人物 在一定的时间做出一些决定 退休或者是要换年轻人来做做看 或许对于民主也是一种贡献 接下来关心美军这里的兵力上的一些调整 一份新的美国陆军文件显示 美国国防部在专注于反恐打击20年之后 他们现在把重点转向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而同时也收集了2.4万个陆军职位 他请教教授的是 美国陆军裁员的国防战略是什么呢 是的 美国陆军确实是有所谓的瘦身的计划 或者是战力调整的计划 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我们知道军事的科技 国防科技在进步 所以很多的这些新的高科技的国防 国防的设备 事实上不需要像过去 需要这么多的人力配置 所以就导致了有一些的人力 其实编制上面虽然需要 可是以现在的武器设备来说 已经不合时宜 确实是可以裁减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事实上跟整个美国的战略 整体的战略 过去20年 刚刚丁主播有提到 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 在中东地区 有所谓的反恐战争的一些布局 可是反恐战争 我们也知道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 对于中东地区 确实在布局上面 在任务目标上面 做出了一些重整 反恐战争不再是 美国军方的主要的 这个战略的准备 而是针对比较大的国家 譬如说比较大的威胁 像是印太战略 像是俄罗斯等等 在这种调整 战术战略方向的调整之后 当然人力的配置 也会做了一些重整 所以他裁减了 两万四千名的职位 基本上这个编制 都是因为 第一个是人力需求 不需要这么多 第二个是战力方向调整 可是他也同时增加了 七千五百个职位 在什么方向呢 在无人机跟反无人机 这些的部分 科技战 未来的科技战的部分 他确实也增加了一些 人力的需求 以整体目前美国陆军的 这个需求编制来说 目前的编制是 四十九万五千人左右 可是现在实际上 有的美国的兵力 只有四十四万五 所以现在在 瘦身之后 瘦身之后 美方希望 美国军方是希望能够把 整个的编制的额度 来到四十五万到四十七万 这样能够比较符合 现在有的兵力 也比较好 能够让部队能够有 重整的机会 同时很值得注意的是 他这一次删减掉的 有部分呢 是所谓的 能够有战斗能力的 步兵旅的一些安排 而这些步兵旅呢 未来 他们过去曾经 派驻在海外 帮助海外的其他盟国 来训练部队 训练他们的军队 这些被退役的 或者被裁减的军事官兵 未来会不会也转向 变成契约制的 或者是透过 可能其他的管道 到其他的民主盟国 来进行 协助所谓的军事训练 当然台湾也是可能是 协助军事训练的盟国之一 那这些人呢 人力的配置调整之后 会不会出现更多 非编制内 但是其实的 其实在实际上面 可用之兵 这或许也是可以 观察的一个指标 来看到美军 持续把他们的一些 关注度放在印太地区 而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 日本企业对于 经济安全最重大 风险的担忧 其中有超过六成的 日本企业指出 台湾局势 高居第一名 那其次呢 才是中国增强贸易管制 和美对中贸易管制的加剧 而且呢 日方还特别为了 台湾的突发事态 计划疏散12万人的草案 也现在也曝光了 想要请教教授的是 您怎么解读 日本人紧盯台海局势的发展呢 日本紧盯台海局势 当然其实不用意外 因为整个地缘战略来说呢 其实日本跟我们 真的是纯齿相依 而且再加上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台湾都听到 所谓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可见我们说过了 在整个战略的防卫上面呢 恐怕日本跟台湾 真的是必须要联动来看 如果台湾发生 任何的不稳定的状况 日本当然也是首当其冲 更何况 美日之间的安保条约 也导致了日本 有美军基地的建制 如果美国想要做任何的协助 都必须要日本的配合 因此日本一直以来 在整体防卫安全战略上面 都会把台海的局势纳入其中 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呢 看到近期所谓的 日本的撤侨计划 谈到了10万到12万的日本侨民 如何在遇到状况的时候撤离 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紧张 可是其实世界各国 在针对比较紧张的 局势比较紧张的地区 都会进行相关的准备 这些方案不见得是马上要实施 而是预做准备 它只是一个有计划性的做好准备 这不只是在日本 事实上在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也一直以来都有所谓的撤侨计划 而且它是针对全球各个国家都有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说 不用特别的紧张 不代表马上会有及时的 所谓的兵凶战危的危机 可是我们另外一个层次 也要谈到的是 当然是这边的状况 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呢 我们知道印太战略 为什么近期这么多的准备 这么多的讨论 就是因为目前的中美之间的 军事实力确实是在拉近 解放军的实力在不断的上升的情况之下 所谓的撤离计划 就算是按照原本的撤离计划 并没有太大的更动 也必须要重新的去检视 因为撤离的可能 这个紧张度 或撤离的需求 甚至是难度 都会因为相对可能潜在敌人的战力变强之后 必须要做出调整 所以日本做出这样的一个计划 未雨绸缪的做出各种的准备 美国也做出相对的准备 同时因为有这样的撤桥计划 更有机会进一步的去了解 在当地所谓的桥居地 到底有多少的桥胞 到底有多少的日本人 或者是有多少的美籍人士 以便未来在撤桥的时候 有机会做一个 现在可以做一个详细的统计 以便未来在规划的时候 能够比较详尽的来做规划 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是撤桥计划 我们不用听到撤桥 就觉得很紧张很担心 因为事实上 我们相信在台湾的日本的朋友 或者在台湾的美国的朋友 也许都不会特别觉得 台湾有什么不安全之处 换句话说 做好准备是各国政府 各国的外交 或者是国防单位 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的 恐怕实际上面紧张 不用这么紧张 但是相对来说 台湾的当局 包括政治人物跟人民 看到别人做好准备的时候 可能也要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在国防上 也做好了相对的准备 那这一点呢 是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的 而不是看到别人有撤桥计划 所以很紧张 应该想想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让我们自己 能够和平稳定的走下去 这是从教授所说的 可以看到呢 其他的国家在未雨绸缪 那我方要如何的防患未然 当然也是关注的重点了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德州州立大学 翁李仲副教授的精闭分析 谢谢您 感谢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观光结合健康养生成了 这几年的热门选项 预计到了2027年 市场规模将达到1.4兆美元 而中东卡达也看准了 这个商机了 沙漠绿洲里大片的药草农园 加上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 医疗手法 成了养生的旅游景点新热点 一片翠绿随风扬 意义上万株的大马士革玫瑰 在艳阳下盛放 飘来阵阵清香 位在卡达的这方农园 距离渡哈只有45分钟的车程 但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致 不但有喷泉 还有大量的药草原 像是沙漠里 让人流连忘返的一片绿洲 靠着天然的水源 这片家族农园欣欣欣向荣 珍贵的泉水也是小心保存 负责经营农园的是这一对双胞胎姐弟 花了十年的时间研究 把这片农地跟医疗养生结合 保存当地特有的药草植物 还开发出上百种养生 以及香氛产品 独特的环境以及培育方式 也成为卖点 从产品拓展到体验式的旅游景点 卡达布只是沙漠里的国度 还有一汪清穴滋养无数生命 还不只有沙漠农园 在展现阿拉伯的传统药草学 这间度假村结合中东的药草 还有传统阿拉伯伊斯兰医疗方式 帮助客调养身心 调养专家利用类似中医的把脉 感受身体里气的循环 这种传统阿拉伯医学 其实来自于奠定欧洲 以及中东医疗中世纪波斯的一本一典 这种选择现在是我们的唯一处 去复制这种生命系统 这是一个传统或是传统 或是传统的传统 在这个地方或是在古代的时代 卡达不只是打造未来城市 也回望波斯国的黄金年代 把遗忘了将近千年的古老智慧 再次梳理 用现代的方式重新呈现 创造全新的中东养生商机 区别新闻 总和报道 葡萄牙足球巨型西罗 最近遭到阿拉伯足球联赛竞赛 还有缴交罚款 原因交给国际组记者牛正义 葡萄牙足球巨型西罗状况极佳 在沙兔地阿拉伯职业联赛中 已经连续9场比赛进球 但是现在他要被竞赛一场 原因就是西罗在球场上 做出猥胁动作 这是因为西罗在上周日 做客沙巴博队的比赛 获得一次发踢12码的机会 结果在他进球后 主场球迷却在场边 高喊梅西的名字挑衅 西罗先是手势回应听不见 之后在下体部位 做出了不雅手势 这一幕被场边观众录了下来 事后遭到 沙兔地足球联赛大会调查 西罗被约谈时表示 自己只是想表达力量和胜利 而且这类动作在欧洲很普遍 只是最后判决出炉 西罗除了被竞赛一场 还要缴交大约25万台币的罚款 脾气一向火爆的西罗 这是职业生涯中 第八次违规被罚竞赛 深秋掀起周收三日的浪潮 不过当前缺功严峻 有些企业则采取了变形版 一周上四天的班 但是每次上班的时间要长达十小时 您怎么看呢 每周五六日不上班 这间资安公司全体员工固定周休三日 从去年开始实施 若再碰上国定假日 当周就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再休假 因为你其实多一天的休息时间 工作还有跟生活的那个balance 可以调整得更好 所以在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可以工作得更专注一点 可能会比较少分心的状况发生 虽然实施周休三日还未满一年 但员工都已经很习惯 这样的工作模式 公司也发现 反而更容易吸引人才 离职率也降低 员工的工作效率更是提升不少 其实周三日可以更去促进大家的效率 然后我们也可以希望 可能可以达成一些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所以我们从去年七月份就开始试行 然后在试音阶段 我们就会去尝试跟大家讨论 怎么去调整工作的流程跟效率 然后去年九月的时候开始政治实施 优点是我觉得说 其实大家平常每天的可专注时间 其实是很有限的 那如果说可以更经用这些时间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工作时间往内缩 那内缩之后的时间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运用 事实上周休三日并非新概念 北欧五国之一的冰岛早在二零五年就进行大规模实验 将每周工时从四十小时降低到三十五到三十六小时 另外西班牙英国比利时美国也都陆续展开推广计划 德国在今年二月也有四十五间公司开始测试 同时日本政府也呼吁各公司给员工周休三日的选项 国际间越来越多企业采用新的工作形态 来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今晚现在许多欧美企业都在实施周休三日 日本也有政策在引导 不过目前看来五国入要实施周休三日 短时间内很难一步到位 而向日这间软体开发公司就从古地员工休假开始 除了牢基法的特休之外 还给予两周以上的额外长假 最长可达一个半月 比如说像我们有的同仁 他可能有时候会修个两个礼拜 甚至修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让工作的人员可以在 休息更多的状况效率变得更好 甚至密集度就是这个工作的密集度 可以拉得更高 施政员强调有效工时比投入工时更重要 不过现阶段要台湾的企业雇主 普遍实施周休三日的确有难度 因此有部分企业是开始尝试 变形版的周休三日 改成每周上四天班 每天工作十小时 希望透过弹性的工时安排 招揽人才也能留住人才 变形工时确实在两周变形工时 跟四周变形工时的话 他可以把他的上班时间挪移到平日 就变成我可能礼拜一到礼拜四 可能一天可以上班十个小时 甚至9.5小时变成一周变成 我只要工作4.5天 也是有机会的 假设真的要做到周休三日 我们可能会用排班的方式 用排班的方式来弥补那一天的时间 说真的是不是变向工时要增加什么 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一个人一天的脑袋能运作的时间 其实是有极限的 所以你说要他工作八小时 还是工作十小时 说真的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 既然如果你只做四天的话 你怎么样在这四天的工作时间 八小时内可以发挥更高的效能 不过对应在不同性质的工作 周休三日也不是所有产业都适合 尤其餐饮旅宿业缺工严重 未来一旦实施周休三日 势必再增加更多人事成本 恐怕是雪上加霜 他的人力如果是充足的 他内部的排班机制 如果是可以排得好的话 是可以指引的 但大家知道现在餐饮旅宿业 其实缺工的议题 造成他们人力上面的调度 并不是这么容易 这波工时革命 短时间内看似很难落地 员工的需求 以从单纯的高薪 转变成更注重弹性的休假制度 如何在降低工时和提高获利 两者间找到平衡点 也成为全球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TVBS新闻 黄冠伟的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福克世界新闻 我是刘婷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